他發現為什麼有一些看起來在我們List裡面 應該是在建議不要吃或是盡量減少吃的這個部分 結果市場非常的多 那個狀況是什麼? 那個狀況是市場不會管你能不能吃 或者是我們建不建議吃 就市場的角度一定是從消費者的角度 我的餐廳有煮 我的餐廳有需求 我的餐廳老闆會來點貨 所以看樣子賣得還不錯 所以我再進更多的貨 所以它是一個我們講說一個非常大的循環的系統 所以最開始最開始其實是消費者 所以他們當時在推這個所謂的 這個看守海洋的行動的時候 其實是在針對消費者 就是希望我可以從消費者做起 如果消費者不吃 我就會連代表影響到餐廳不賣 就會影響到我市場好像這個貨消不出去 所以我市場不進貨 那最後影響到那我的股撈的部分就會再減少 所以其實在做這個的部分時候 我會去看主要是從消費者而從底層 所以我們現在連續做這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Button Up 就是從下而上的 就是你們第一個project做的是底層 我從消費者做起 第二個你們在做這件事情是什麼 是我們兩個Top Down 就是我從最上面的政策 理論上我的漁業署署長說了算 就是我所有漁業署的這個目標 所以你們的第二個計畫 已經不是從底層民眾消費者這件事情 它是比較上位的政策的這件事情 就是定這個所謂的海洋白皮書 或者是海洋的政策 所以這兩個是很節約不同的思考 那剩下一些的時間就會跟大家談說 那到底什麼叫做海洋的政策 或者是你們在訂這個海洋白皮書的時候 你在看什麼東西 那其實就海洋政策 有不同的人有給過不同的定義 可是如果你去看 我先暫時好隨便不管哪一個 你看上面的那個看起來也好模糊 反正就是告訴大家說就是一套 那個一套就是國家每一個部門去給的 那給的它只要跟海洋環境 有關的目標指令跟意圖 它就叫海洋政策 聽起來好模糊 可是你們剛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的交通部觀光局 它給我一套相關的 所有海洋相關的目標指令跟意圖 我就拿到了這個部門 該要給我的海洋政策 那國內 現在我們心算不用修海洋法 可是文言主老師是我們是這樣 我們學校的老師 那他的海洋法教得非常的好 可是他的上課非常的嚴謹 就是如果你要去上他的課 你會要有非常大的心理準備 就是非常有可能 你可能只有六十幾分 是選辦最高分的那個狀況 那可是他的海洋法 相對來說是上的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走海洋政策 或是海洋法的話 他當時也有提出來說 基本上就是我要處理國家 所有跟使用海 就是你們我們第一次講的那個資源 不管那個是生物的 非生物的 或者是空間的 只要或使用它 所有相關的事物的公共政策 或是國家政策都算 所以它其實涵蓋的面向 是很大跟很廣的 那其實在不同的國家 我為什麼會叫你們去比較不同的國家 你可以去看不同的國家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重不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剛才比如說 剛才海軍書一直很堅持 那個海洋法這件事情 我們海洋法到現在都還沒有過 對不對 都還非常的可憐 可是你會去看 美國在2000年過海洋法 日本在2007年過海洋基本法 可是目前我們台灣有的 都還是叫做白皮書跟港領 它都還沒有到那個比較 我們講說是那個法 或者是比較明確的這個位階的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其實這兩本 是網路上面可以直接下載的 就叫做海洋政策白皮書 那你會從這個海洋政策白皮書裡面 你會發現它裡面的這個東西 跟剛才我讓你們去做的這個東西 很雷同 只是它可能不是照部門去分 可是你會知道它今天 比如說它的第三章 講的是漁業資源永續 那那一章的逐筆者就會是漁業書 因為你會去想看 這個逐筆絕對不可能是總統自己去寫的 一定是它下面每一個部門開始去寫 然後最後把它彙整變成是一套海洋書 所以它會去說 我今天的那個大的願景是 我要台灣的漁業資源永續發展 好大的願景 它就會有這個願景在最前面 就它的大抬頭 然後下面告訴你說 所以我為了這個願景下面 我要做哪一些相關的目標 我要有哪一些工作的項目 是要達到這些事情的 那唯一跟 我讓你們做的跟政府版本 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它裡面沒有寫指標 因為它當時是 只是純粹提出來的一個白皮書 它沒有去做 它沒有這個必要要去做 說我後面怎麼去做驗證 但是我要讓你們 除了寫這個比較上位的 這個面向之外 你必須要知道 我落實下來 真的到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怎麼去做驗證 所以你可以從網路上面去看 下載這個部分 當作你們這個部門 可以去做的參考 去讓你知道說 海洋白皮書到底是什麼 那台灣當時還做了 另外一個白皮書 在2007年 叫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可能大家都覺得 欸我聽都沒聽過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一樣它也是可以下載的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去看看 在2007年喔 其實已經到現在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 當時 所謂的白皮書提出來 就是一個國家的政策的 引導的方向 所以當時其實就已經提出來說 我們希望當時在2007年的時候 希望當時台灣的海洋教育 是朝向什麼方向去做 可以去達到什麼樣子的目標 所以當時這兩個是被提出來的 相關的這個部分 那你們在比較各個國家的海洋政策的時候 就是你們手上拿了這兩份獎益 一份獎益 但是我一組印了兩份 你在看這些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我怎麼去看各個國家 到底它去care什麼東西 它去關切到底海洋政策裡面的什麼東西 那這些是通常我們在看這個海洋 這個國家有沒有這個所謂海洋政策的時候 看它會不會考慮的事情 那去看什麼 第一個 去看它到底有沒有制定相關的法規 所以這個法規就很多的面向 包含那個剛才說很大 美國有訂海洋法 日本有訂什麼法 我們有訂什麼法 那再下來 它有沒有去訂一些比較細的法 就是比如說 欸我到底海洋污染 台灣有啊有海污法 我們有沒有訂有關海洋安全相關的法規 有其實有 我們有沒有訂有關 漁業相關的這個法規 不會有沒有在各個不同的面向上 台灣有訂這個法規 或是各個國家在比較的時候 它有訂這個法規 再下來去看 我們有成立所謂的高層的委員會 通常委員會一個很大的目的是 它要去做協調溝通 那為什麼是要高層 你剛剛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你們在所有人 在丟指標的時候 如果假設我沒有扮演仲產的這件事情 你們一定會發現非常多的指標 被丟在旁邊的垃圾桶 或者是被不知道去了哪裡 因為可能就會有一些任務 或者是工作的指標 啊教授不覺得 這明明就是海洋污的事情 海洋污不收 覺得這關我家什麼事 我不要收 那這個時候它必須要有什麼 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層的 可以去做協調的 去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雖然看起來 跟兩個都沒有這麼直接的相關 但是海洋污你必須要委辦 你必須要主辦 這個任務就進了海洋污 不管海洋污願不願意 這個任務就進了他家 那可是他必須要去找其他的單位 來跟他配合辦理 所以在分析的時候會去看說 我到底這些相關的國家 他有沒有成立這個所謂的委員會 去處理很像的這些單位 他們相關的海洋相關的事情 那再下來就會去看 這些國家有沒有成立海洋的主管機關 目前我們最高的就是 剛才說的之前叫海洋事務委員會 可是現在就變成是跟海洋組合 變得叫做也就是海洋委員會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成立海洋部 我們也沒有成立所謂的 直接比較稍微高位界一些的 這個所謂的海洋的主管機關 所以你可以去看說 我現在這個所謂的海洋的這件事情 我有沒有把他去重視 或者是我有沒有重視這個地方 去看說他有沒有成立這個主管 相關的這個部分 那再下來會去看說 我今天這個影片 到底有沒有去擬定他21世紀一層 那他其實這個是比較配合 當時的Agenda 21 就是我有沒有去符合 當時舊世界潮流下面 定下來這個21世紀一層之後 各個國家有沒有去follow這個潮流 有沒有去做相關的21世紀一層 相關配合的這個動作 或是這些事情 再下來就是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這個國家有沒有去訂海洋政策白皮書 如果我今天有訂這個海洋政策白皮書 代表我這個國家對這件事情 是重視的喔 所以我會知道這些國家 這個國家至少有在他們的政策上面 去告訴他們說 我們下面的這一段時間 下面的5年下面的10年 這些不同的部會該做什麼事情 他該找什麼樣子的東西去發展 所以有沒有制定海洋政策的白皮書 其實是可以去評估這個國家 有沒有關鍵海洋政策的一個 還滿大的一個關鍵的這個部分 那再下來我們會去分析什麼 他有沒有訂行動計畫 你們可不可以去檢視 剛才我叫你們去下載那個2006年的 海洋白皮書 你可以去看他裡面有沒有行動計畫 所謂的行動計畫 已經到非常非常的細節了 就是剛才你們訂的通通都是比較上位的事情 可是我的行動計畫就已經是 比如說我要發展我們的海洋體育 我的行動計畫就是 我一定要確保我小3到5年級 考試每個人有50公尺會通過 或者通過率要高達百分之多少 或者是我要怎麼樣子 通過我的行動計畫 確定確保我小3到5年級的學生 會有50公尺的自由式 所以他已經到非常細的 每一件事情你要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 做漢銷行動計畫 那最後一個他們會去評估 評估什麼 評估剛才說的這些政策的這些事情 有沒有把它納到國家發展計畫裡面 就是如果我今天政策白皮書訂得很高興 結果訂完之後發現 我的國家發展的計畫 包含那個預算在編列 剛才你們有一部分預算我收掉 是因為預算目前都不在你的這幾個部門之內 唯一有的是海洋事務的預算 我當時給人還蠢屬 可是如果我今天發現 我國家發展整體計畫裡面 他都沒有剛才說到的這些事情 那就很尷尬了 那就變成我只是政策訂完之後 我沒有落實到國家 現在正在發展的事情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會是在評估或是比較 那通常我們在比較的時候會去比什麼 比下面這三項 我會去比什麼 比第一個 比組織架構 就是剛才我把台灣所有的部位列出來 對 我有一天把所有國家的這個相關 海洋相關的這部位去列出來 你看看 到底我們的位階盤在哪裡啊 剛才我們有說行政院 農業部 漁業署 它已經叫第三層了 對不對 或者是之前 剛才講國家公園好了 之前的國家公園在行政院 內政部 營建署 國家公園住 它很可憐 我們的台灣的國家公園竟然被動動動動 它是在這個位階喔 可是它現在把它拉上來了 它現在變成行政院環境資源部 國家公園署 它馬上會接近往上來接喔 所以 現在大概來不及了 如果你現在要去考公務員 趕快進國家公園 當時有非常多人去卡位 就是因為國家公園會往上位階提升 所以你可以從國家位階去看看 到底在海洋相關的事物 我在這個組織架構裡面 它會在地幾 它會在地幾接 或者有多少跟 比如說跟漁業相關的 會在地幾接 或者是跟台灣的海洋安全 維安的 會在地幾接 所以我可以從組織的架構去判斷 到底這個海洋政策是不是有被落實的 或者它是不是是可以拿來去做比較的 那包含剛才說的高屆委員會 跟相關的這個主管機關 那另外一個剛才說的法令相關 這個我有點放反 這應該剛才前面那一章 這個是在給你們的講義裡面有 但是你可以去做一個這樣子的比對 什麼意思 我今天可以把所有的國家 通通列出來 我關切的這個國家 或是我今天關切的漁業資源相關的 這個漁業部門的這個議題 那我就把這些列出來去看 到底美國有沒有訂漁業相關的法規 好像有欸 那誰有沒有訂相關的 我現在這個是海洋 所以是指海洋整體 所以目前美國 中國大陸有其他幾個 看起來好像沒有 就是就有海洋法這件事情 那再下來我看有沒有成立高階的委員會 我有沒有去做相關的主管機關 我有沒有在那個政策板提出上面 有這些相關的項目 那我再比較下來之後 我其實就可以知道這個國家 我不是說他不重視喔 他有可能重視 可是他偏向於哪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去看 欸 好像大家都非常重視 下面那個防災保護 或者是科學研究 那目前看起來只有印尼沒有 那就發現好多印尼有強項的 比如說海洋資源 可能因為他們的漁業資源非常的強勢 所以你會去看到每個國家 他在做他的海洋政策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他偏向的這個目標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去比對的時候 去看一下我們今天 台灣相會的這個東西 如果去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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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我可以從那個部分去分析 到底這些所謂的 剛才說的組織架構或是這個部分是什麼 那剛剛說的第二個法律規章 我這邊只舉台灣跟加拿大 而且是我先只有 這個也是你們的講義裡面有的 只有先列部分的法規 這個還不是全部 只是部分的法規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好去比對 加拿大所有跟海相關的法規 跟海洋事務 我就剛才說的行、魚這些都算 然後我在比對台灣相關的法規 我可以列出哪些條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去看 看樣子漁業他們有漁業法 我也有漁業法 那他們有他們的水法 就是水清潔法 那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 可是我們有水污染防治法 那他們有什麼法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這個法 所以你可以從法規的這個事情 開始去評估 那通常法規 這個六個大象是當時我們的 那個政策導向去提的 就是我們去比這六個方向 就是比大家有沒有海洋政策的法規 所以就會去看我們有哪些法規 加拿大有哪些法規 美國有哪些法規 那我們可以去比海洋資源有哪些法規 我們可以去比海洋安全有哪些法規 包含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那個氣司 或者是我們是不是有那個抓走私 或者是運毒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跟海巡相關的法規 去看我們有沒有相關海洋產業 海洋文化甚至是海洋科研的法規 所以在做比較的時候 你會去把這些國家 針對這個的法規去列出來 那其實因為台灣有一些 海洋事務相關的研究所、學校 所以如果你上網去查 其實已經有蠻多先前的研究去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我剛才叫你們做的那個project的其中一項 是你必須就你的部門去找一個可以比對的國家 會想說昏倒 我怎麼知道這個漁業部門 哪一個國家是我可以去做比對的 你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這些不同的分析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人做過 比如說就有漁業部門 我去分析相關的海洋政策 哪一個國家相對來說做的比較好 它有哪一些法規 或是它有哪一些制度 是我們可以去做參照的 那最後一個 他們會去比較的是 比較這個所謂的政策內涵 那這個會是剛才我們提到說 它列的包含白皮書、行動計畫 或是有沒有把它納到國家發展計畫 這個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規縮 它整體來說去算評估 這個國家有沒有這個所謂的政策的內涵 那你其實就可以去看說 它包含了什麼 包含我們剛剛說 我最上面有訂喔 我有訂這個白皮書喔 那我訂完了 我也訂了行動計畫 就是我不是只有上位白皮書而已 我是可以落實的 我有行動計畫 而且我上下都訂完之後 我是可以國家發展 但是我當然是跟我配得起來的 所以這些事情是我們在談 在比較這個所謂海洋政策的時候 會去碰到的面箱 或者去看的東西 所以你再回過頭來去看 我讓你們去做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涵蓋了你剛才我們說的這些事情喔 就是你們本體全班做的這個東西 就已經是剛才說的最大的這個面含的這件事情 我有所謂的政策白皮書 對不對 那理論上 我的每一個這個目標下面的 這個五個工作的要項 或是五個工作的這個項目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訂說 我實際上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它所謂的這個行動計畫 就是我實際上可以達到的這個東西 那最後這個指標讓你去評估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今天台灣有這個數據 代表它已經是一個計畫了 或是已經被重視了 它已經有落在 不管早期幾年某一個發展計畫裡面 所以我曾經找得到我們台灣的預約人口書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某一個指標 你非常想算 可是你找不到相關的數據 我允許你列 但是你可以去解釋說 你找不到相關的數據或是什麼 那個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代表它可能非常的重要 可是台灣沒有辦法放在任何的發展計畫裡面 所以我覺得今天 跟賓海的所有的保險人口 有多少是在我的健保的保險人口之內 覺得這個好重要 我要知道我所有的賓海人的 所有的健保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發現 賓海局我找不到這樣的資料 代表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被落在 這個所謂的發展計畫裡面 所以你可以用這件事情去檢視 我們剛才談的這個政策內涵裡面 到底有沒有被涵蓋在這個架構裡面 所以在回顧海的問問是 這個東西有什麼問題 沒有 確定囉 是算就把它算出來 還是 要算出來 要算出來 要找一個範例去算 要找一個實際的數據去算 所以你可以去看 比如說 剛才喔 其實你們在看你們手上的指標的時候 我在走一個組的時候 會有聽到 有人覺得 欸前面這個人到底寫的是什麼 那個指標不清不楚 所以就會在表說 如果今天 如果沒有讓你試算的時候 你的寫的那個東西 就會比較抽象 比較含糊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在試算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原來我在算這個東西 根本是沒有這個數據的 或是這個數據呈現的這個方式 不是我原本希望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東西去修正 我沒有要求你們說 上面寫的要跟別人 給點那個東西的一模一樣 你可以去 你們現在是 你們現在掌管這個單位 你就有這個權限去做修改 所以你可以去修改所有的指標 你可以去修改你所有的任務 但是基本上 它是要可以算得出來的 然後是要有 我去列了一個客觀數據 就是它是要客觀可以算得出來的 所以比如說 假設我今天上面算 我隨便亂寫的 可是我也可以客觀的算得出來 所以客觀算得出來 我真的有去做實驗喔 我今天就是5點走出去 開始文學院找了100個人去算 理學院找了100個人去算 我算我也有自殺率 我算出這個所謂的客觀的數值 所以不是一個 區換抽象的數值 OK嗎 這個有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 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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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從 我目前談都是海洋喔 那我到下個禮拜會開始去見到 海岸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去看外面考試 或者是任何那個 它會叫做海洋及海岸政策 它會把它綁在一起 包含我們剛才在開始 開中明義最開始那一帳 告訴你海洋事務 其實管理上來說 也包含海岸事務 就是海岸相關的 所以我會從海洋談到海岸 那我們前面講的 雖然都有牽涉到海岸 但是很多的海洋產業是以整個海洋 那個水體的那個部分揮住 所以我們之前談的是海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開始把它接到 這個所謂的海岸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會去看到那一條界線 或者是這一個 你會覺得看起來有一個比較具體 那個海跟路交接的這件事情 就是從大洋進到 水體進到這個所謂陸地的這個部分 那先問一下 不管在座之前有沒有看過 或者是有沒有學過相關的課 如果我今天叫你去定義海岸 你會怎麼去定義 什麼叫做海岸 如果今天叫你們定義海岸 你覺得什麼地方叫做海岸 什麼地方叫做海岸 我打錯誌了 你叫做海岸 太發言了 什麼地方叫做海岸 今天 幾號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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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有說他那個 你覺得什麼叫海岸 陸地跟海街 陸地跟海街的地方 你說這條線 我現在有好多條線 我有那個山壁垂直掉下來 摔爛沿途的那條線 我有這個下面那個 曹尖丹那個浪 起起落落的那條線 什麼地方叫做你的海岸 阿賀你們全部都是拿海畢業證 沒有全部啦 你們很多人是拿海畢業證 這組的 沒有 所以你給我答案是海街路的地方 對不對 是喔 有沒有其他人要給我 你覺得什麼地方叫做海岸 高朝鮮跟地朝鮮中間 接著地方叫海岸 好 有沒有第三個答案 還有誰要給我 什麼叫做海岸的定義 受到海洋影響 受到 就是可能波浪 或是什麼 可能造成地質改變的區塊 好 受到海洋影響的這個區塊 有沒有第四個答案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海岸 今天高速15號嘛對不對 那個從前面走排往後要數15個點點 點這樣會是誰 7 8 9 4 11 12 13 14 欸你剛回答過了 你有權利可以再挑一個人 再挑一個 你有權利可以指定下一個回答這個問題嗎 那你到底想要做一個很有權利可以再挑一個人 沒有權利可以再挑一個人 那你怎麼再挑一個人 在這時 就是 要由你接著 對 定格 但是你必須是他 他 他是誰 他是誰 你正前方 前面的 是誰 ствен格 ITCH 對 你覺得什麼叫做海岸 Miss 成立者 自己從遠處 某某朝衛線往內陸推5公里的地方 某某朝衛線往內陸推5公里的地方 大概有 好 這是你的答案喔 都沒有人有其他的答案了嗎 那就尷尬了喔 那我就可以把你們計畫學雄當掉一半 我們還是我們雖然已經送成績 我們還是有權利可以我們去修改學生成績的 給你們一個小的拓外作業 你們回去查一下到底什麼叫做海岸地區 如果下個禮拜我們會要真的去看這個地方 欸欸欸欸欸熟吧這是哪 跟我說不熟喔 欸欸欸還好中山北側這樣 我把我們的吸管稍微切了一個小小的小麵 對很可憐的小吸管 熟不熟這一個句話欸 以前問你們那個熟不熟哪通通都跟我說不熟 這不是你們學校後面欸 不熟 有沒有去到過這個區塊 有 有去那裡幹嘛 蛤 不知道 有沒有去那邊那個吃山 吃海菜吃喝茶泡茶聊天 知道我在說哪裡齁 土基層 欸對土基層的那個區塊 下個禮拜我要你們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覺得欸我很不熟 我想要這個禮拜先去看 OK 因為距離我們不遠 是 我可不可以萬象在座這邊 沒去過到這邊的舉手 這麼 這舉手又不丟臉 沒有去過沒有去到這個下面這個 那個土基層下面這個聚落那邊的 這麼多喔 好那給你們一個機會你去看看 那你們去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你們先想一下喔 如果我剛才說 比如說剛才你們幾個人給我的答案 我剛才找三個到十個版本的答案 如果我就是要在 這個應該沒話講吧 靠海一定跟海有關 如果我今天要畫出這個地方 學校這邊的這個海岸地帶 第一件事情 請問你畫在哪啊 這會牽涉到什麼很尷尬的事情喔 我剛才說那個國土署 要去幫我保護我們的藍色國土喔 它其中一個的任務就是 我要訂這個所謂的海岸帶 我要海岸領存池 我要訂海岸帶 海岸上面做整體 你剛剛不管什麼要整體開發 規劃也好 要幹嘛也好 你總得先把我把那條線訂出來 我才能規劃吧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說 啊這條線是照你們剛才說 往上推幾公里或是幾公尺 我就直接沿著海岸線這樣子去畫 這條線就叫做海岸帶嗎 我不知道喔 或者只有你們剛才幾個人的定義 看起來好像畫起來 都會有一點怪怪的 所以如果今天就以 我們自己學校出發 請告訴我 你覺得就你們的角度喔 這個地方到底什麼叫做 中山大學北側的海岸地帶 那我要你們下個禮拜會訓練你們 做一個一個一個 你們可能沒做過的 快速簡報訓練 你們以前做簡報都多久 比如說我今天任何一門課 測量學不算他做影片 比如說今天做一個實驗的 上台的簡報 你們會花多久時間去做 要相信自己的那個潛力是無窮的 如果要訓練自己一個能力是 比如說我今天告訴你說 今天你們上台的簡報是10分鐘 那你就非常高興我準備了10分鐘的簡報 可是你要訓練自己有一個能力是 如果你到了臨場主辦單位跟你說 不好意思前面那個演講者沒來 所以請你講成30分鐘 你必須要有本事把10分鐘講成30分鐘 或者告訴說前面那個演講講太久了 你必須要講成5分鐘 你也要有這個本事 10分鐘之內講成5分鐘 所以這個是你們覺得很痛苦 可是開始慢慢去訓練自己 用非常短的時間可以去壓縮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下個禮拜會讓你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你們覺得說 刻的logging太重 所以我下個禮拜2點到3點 放你們自己在這個地方裡面 你如果事情不熟的 你自己要先去看一看無所謂 可是2點到3點你不用來跟我報到 你們人可以消失在這個裡面 我不會派助教去盯說人有沒有在 但是自己憑良心 在這個範圍之內 我要你們做什麼事情 你在這個範圍之內喔 你們可以拍照可以觀察 可以去看什麼事情 第一個 你必須要先在家裡知道 什麼地方叫我的海岸帶的 我才知道我要看到哪裡去 我要不要看到那個殘山散點上 還是我只要看到剛才說那個超間帶往往 那個高低潮退潮之間 如果剛才說那個高潮線低潮線之間喔 這些上面全部都不算 我只要走在這個海岸線上就算 所以請你們先去確認 你們自己所定義的 這個所謂的海岸線到底是什麼 那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覺得剛說如果你覺得時間不夠 你可以先去看也OK 但是去這邊看 然後看這個地方 這一段這個範圍之內 你們覺得這一段 第一個它的特色在哪裡 它最有潛力的地方在哪裡 第二個就你們去看的這個部分 它的問題在哪裡 看這兩件事情就好 隨便你們怎麼看 就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覺得可以接受的這個方式去看 好 第一個 先跳過那兩個點之前 你們要先去定義什麼叫做海岸地帶 所以我要去確認這個地方 什麼是我必須要去看的這個地方 那看的時候你會跟我說 老師我去那邊逛大街嗎 還是我去看什麼事情 請你去看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講海岸的管理 請你去看這個海岸 所謂的被你們定義出來的這個海岸地帶 最大的潛力特色在哪裡 我一定會說 這個我要來好好的保護這個地方 或是我要來管理這個地方 它一定有一個它的特色或是潛力的地方 所以你們覺得 它的特色的潛力的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相信 有一個人和的建築 古這些人是在哪裡 我先去看這幾個項目 有一個有靈度 你卡住了